Hello,大家好,本来呢今天是计划去工厂的,但是因为我这个猪脑袋,然后定的是去广州的高铁,结果我是在北京西的出发,结果我跑到了北京南,所以我就完美的错过了这档高铁。 OK,今天终于有时间给拍我的Vlog新年,那今天呢也是我做成人用品赛道开美团店以来的一个月,一个月的时间呢,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,我没有开单,一单都没有开,就是我把这个事情可能想的太过美好,当然我也刷单了,然后我的小伙伴专门在负责这件事情, 所以我们从整个的这个,呃,呃,产品线去选啊,包括跟工厂去写商,像我们的品类也是有十多类的,大类都有十多类,比如说套套啊,比如说这个名气类的,然后还有就是,呃,飞机杯,然后以及说岩石筑艇啊,还有这个,呃, S.S.M.四列的情绪类衣,然后还有一些,呃,情绪的袜子啊,还有一些这个,呃,就是大类就有十多类的,呃,但是,并不是说我们的选品选的有怎么的不好,或是怎么样,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在我整个商圈里面选的,他们卖出去卖的最好的产品去,去上架的,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品的逻辑应该是没有错的,噔噔噔噔噔,这方面全是货架的,货架上面的东西,全是成人用品。 国内很多想要做,呃,想要进军成人用品赛道的小伙伴们,给大家一个建议,我觉得,嗯,你如果是在一线城市,或者是三线以上,呃,一到三线城市,我不建议你们在,就是,如果是单店的话,不建议你们进军来做这个赛道, 因为其实,平台它会吃掉你很大的流量,你如果不,不刷单,不去专,找专业的运营公司,去帮你来做这件事情,很难的,而且本身我是做广告的,我觉得,无论是我的创意跟嗅觉,至少不会说,嗯,太差吧,那,这样的一个角色,居然在这个赛道里,开了一个月,一单也没有,去, 去,去出单,那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卖多少产品,因为指着在北京这个商圈,望京这个商圈,去做,呃,成人用品这个赛道来说,我其实是没有什么优势的,那我也拿了接近200个款式,呃,回来,我的主要目的是玩视频营销嘛,那我有很多产品,包括我的产品线,都是跟工厂谈的一个非常低的底价, 然后我主要是要在,在做一个选品的同时,去,在国外去把这些东西,国内去把这些东西销出去,所以我,包括我们针对于国外的市场呢,也是会去做别的, 就是在咱们做出口的一些东西,把它搬到国内来,国内来去做尝试,看看适不适合,但实际在这个过程里面,我觉得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容易, 这是我一个月来,其实我是想说再等等,来拍这个Vlog,会不会我的单量会多一些,或者是怎么样,在界面的设计,因为,我就有专门的小伙伴,在负责这件事情,所以,它我们是从界面的设计啊,动图啊,还有整个的这个,刷单啊, 这些动作,包括折扣,都已经做了,但是曝光率各个方面,没有投牛的情况下,依旧很难出单,呃,话不多说,给大家,大概的看一下我们都有哪些品吧,因为在后面我的短视频系列里面,会一一的给大家去介绍,或者是展示我们的这个,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产品,那情人用,呃, 情绪,呃,情绪用品,或情绪内衣这个系列,我们就拿了接近50个款,像什么,这个,不种主题的,话不多说,给大家看一下吧,OK,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,呃,整个都是分了一些系列的,然后这一块呢,都是我们的情绪,情绪内衣这个系列的,像这种呢,都是,呃,这种就是,呃, 像制服一类的,然后还有一些网袜呀,丝袜这些,就小伙伴都已经把它打包,对,还有什么这种蜘蛛侠的这种服饰啊,之类的,然后整个呢,这块就是,就情绪内衣这个系列,像这个就是,呃,情绪内裤,然后是开单的,还有像这种,就是带条纹式的这种, 情绪内衣,然后还有各种,像一些和服类的,也是蛮多的,然后这里面也都有,像,呃,袜子的总类就比较多了,然后还有这种是,SM系列的,就是, 猫耳的这种,这个就带面纱的,还有一些像皮质手套啊,这块,这块是我们的一些比较有,个性的这种手套,然后这,这也是,一些,都是卖的比较好的, 还有我们的这个,像,猫耳,铃铛,就是SM系列的,这种的,然后还有这个SM系列的,呃,整个的像,呃,酒箭套, 然后这种就是带皮鞭呀,锁链呀,这种类型的,然后这个呢,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情绪绳子啊,还有皮鞭之类的,那, 那,这种呢,就是我们的一些,呃,呃,配饰,脖,脖子上的一些,呃,配饰,比较有,有设计感的一些配饰,啊,这个也是蛮多的, 然后还有就是避孕套,那避孕套系列就分的比较多了,那像,我们一般拿,呃,杜雷斯拿的比较少, 然后名流的会多一些,它的整个的客单价也是会少很,呃,就是它的进货价也会便宜很多, 呃,这里面都是,呃,杜雷斯,呃,就是这个,这个,避孕套,还有什么狼牙棒啊,这些, 然后这个呢,就是我们的,呃,OLO的,就是热感的润滑油,润滑剂, 然后这个也是名流的一些,还有杜雷斯的,然后这个还有这种,就是, 呃,盐,就是上面的那个球球,入珠球,还有杜雷斯的大胆案, 还有我们的这种,呃,爽口套,还有爽口套之类的, 然后这是我们整个,这一系列呢,都是我们的一个,呃,冰套系列的, 然后还有就是,呃,这个就是类似于岩石烹剂啊, 还有印度神油,印度神油这种,呃,这些也都是卖的还,就是在市面上啊,都就看着别人家的店都卖的还不错的, 还有这个湿巾,还有这个润滑,呃,就是水,就是润滑剂这些,呃,这些都是岩石的,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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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跳弹系列的, 还有一些就是,呃,按摩棒,然后还有带APP的,这个是带APP的震动棒,呃,这,这种的,就是不同的这种, LVT要带,然后这个里面就,就一些,呃,也是这个,呃,快感叶啊,之类的, 而这个呢,就是名气类的,这一系列都是名气类的,呃,比如说,呃,旅游,名气, 啊,像这,这些也都是,还有这个就是,蓝用的飞机杯,这种就是大的那种,呃,飞机杯, 就这种大蛮力的飞机杯,还有震动棒,这种都是我们的一个震动棒系列的, 而这一块呢,也是我们的飞机杯系列,这一块也都是,啊,这种呢,就是,这,这种就是做出口的, 啊,还有这种电筒类型的,手电筒类型的,手电筒类型的,然后这,这些呢,都是我们的一个湿巾, 然后也是消毒湿巾,啊,这也是我们的,还有,还有,还有这烟运棒系列, 还有这个就是,我们的,就是国外卖的比较好,这个亚马逊上卖的会比较好一些, 还有这,这是我们的一个告白兔,告白兔,告白兔最近亚马逊上有上, 这些也都是卖的不错的一些品,所以整个的品类,你看着还蛮少的, 但实际有接近200款品,有些就卖的,有些就拿的比较小,拿的比较少, 像这种就是,缩音球,还有这,这种类型的,其实产品线还是蛮多的, 这些都是做出口的,长远的来说呢,我觉得这个赛道还是可以做的, 然后只是说,可能现在国内真的是比较卷的一个状态里,啊,很多人都在做, 而且,可能外人就要想觉得,哎,这个利润还是蛮高的, 但其实对于我们商家来说,我们上美团也好,上别的外卖平台也好, 那我们前期是不是要搞流量,那前期搞流量又得搞活动, 那我们就需要去亏品,亏品完了以后呢,你还需要刷单, 你刷单了,那你就需要给到平台,比如说这个, 骑手的这些费用,你最终,你合下来,你可能A一单, 大家觉得,哎,都很便宜,但实际对于商家来说, 他前期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赚钱的, 所以,呃,在任何一个赛道吧, 我觉得现在很多电商平台或外卖平台, 你在没有骑特别大量的情况下, 你是很难去赚到钱的, 然后我弟他们就是在四川,他们就有很多这种加盟店去加盟他们, 那这样子的话,他整体就是相当于他是一个二级, 呃,就一级分销商,他从工厂那边去拿很多这个产品, 然后他再把它做分销,也是通过微信这种小程序啊, 去做分销,整个的你的线上的这个平台的运营图片, GIF这些,呃,动图啊什么的,都有他们来设计, 那他们的一个模式就是相当于是每家店去抽5%的一个提成, 只抽线上平台的,因为,因为在国内其实这块还是比较,呃, 隐晦的,大家买这些东西可能也不会说, 哎,去实体店买或者是怎么怎么样, 所以大部分还是会选择网购, 但你在一线城市其实是,就像我们刚开始做尝试, 那,呃,一个月一单没开出去, 我觉得这个就还,还挺,挺那个什么的, 但是对于我来说,可能对于我小伙伴, 他在,呃,付出,呃,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, 因为我们相当于我来去谈的一些品, 我,我从工厂拿过来的这些品啊什么的, 然后我来去,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像情绪内衣, 没有说,呃,还有很多品都是需要说, 哎,自己自费来,来拿过来, 那,我跟小伙伴的一个分成模式就是55嘛, 那我来承担所有的成本, 让他来负责运营, 但是没有出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, 所以也希望就是,呃,在接下来的时间你再去研究, 我的小伙伴也会去,呃,想更多的一些方式, 看看能不能卖出去,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形式, 那当然,借此影片来记录一下我这一个月做美团外卖的一个感受吧, 然后之后呢,我也希望说,呃,能够拍一些更多有趣,好玩的产品, 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哦, 哈喽,大家好,我是Quinny雷, 生活有我,开心就好,点击关注我的频道, 并打开小铃铛哦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